如果我今天呢 針對我的這一個 燈光的顏色做調整 假設我今天針對這個燈光的顏色做調整的話呢 它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剛剛有要說 對這個光線的這個顏色做調整嘛對不對 那在做光線的顏色調整之前呢 我先在最後看顏色出來的結果 這是用蔡依林的貼圖貼在這上面的 會出現一種因為被扭曲一樣的效果 那我還是 我覺得我還是把它換回 是我原本這個 正規的這個 雷絲樓花的這種貼圖 貼圖材質好了 我還是把它給它換回來了 好 還是把它丟為這個地方 好 那在丟之前呢 我來稍微的儲存一下檔案 總是要非常小心的 對於檔案的備份 出來的效果現在會是像這樣子 雷絲樓花的效果 好 那我今天對於這個燈光的顏色做調整在哪裡呢 選到這個燈光之後 小心的話要選到燈光 我們剛剛呢有啊 告訴大家說這個燈光的這個 調整選項在哪裡嗎 我剛剛這個燈光調整選項 第一個我要調整是我的這個 影子要開啟嘛 那第二個呢要把我這個影子呢 從這種高階算 低階算圖換成高階算圖嘛 這樣子它才會有 才會有這樣子的效果對不對 好 那我再回去選到燈光 我們來看燈光的顏色在哪邊 我們來看燈光顏色在哪邊 燈光顏色呢在 這一個卷軸的下面 這個I開頭 Intensity叫做強度 Color叫做顏色 這個地方的恰號把它打開 這邊有一個白色 現在代表說這個燈光是白光 我今天把這個燈光顏色呢 假設我今天把我換成黃光好了 好 換成黃色了 我們再算一下下 對不起 算錯了四步了 好 黃色就出好了 黃色的光線 好 這是一個黃色的光線 那我們今天再來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假設我今天呢 從這個地方啊 我把這個四步放大給大家看好了 我在這邊呢 再建立其他兩檔光線 我用複製的方式 複製出第一盞 然後呢 從這個地方再往下複製出第二盞 好 我這邊有三檔光線喔 這三檔光線呢 現在它的顏色都是黃色的 所以現在有三檔非常強烈的黃光 我現在要做的不是這件事情喔 我現在把第一檔光線選到之後呢 把它的黃光呢 把它調成是隨便藍光好了 第二檔光線 保持黃光喔 第三檔光線呢 我來給它 比如說來給它綠光好了 像這樣子 好了 我這邊有三檔光線喔 第一檔是藍光 第二檔呢 是黃光 第三檔是綠光喔 我來看看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三檔光線它就會混合了 當然你光線越多 它就算得越慢 可是它顏色就越無彩平分喔 它顏色其實就越無彩平分的 那你當然可以再用更多檔光線試試看喔 我們現在在 毛起來再給它複製三檔光線好不好 再給它看看更不 更多光線不同的效果是什麼 再複製出一檔 好 這檔的話 我們剛用過藍黃 綠了嘛 對不對 那這檔給它紅喔 紅光 這檔呢 給它 我來看看喔 紫色的光線好了 好了 來看看這樣的結果 五檔光線的結果就更繽紛了 顏色就會更混雜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最後算出算出來的結果 大概現在做到這個步驟對不對 可是呢 有些光線啊 它會有一種發出光韻的感覺 我在這個地方呢 要告訴大家什麼樣發出光韻喔 我首先先選擇中間這檔燈光 這檔燈光我剛才記得它是個 黃色的光 我先把它調成是白色 白色在這個地方喔 白色 好 這個是白光出來的結果 那其他的四檔光線呢 都是彩色光 我現在只有中間這檔光線呢 它是白光喔 好 我選到白光之後呢 現在還是一樣在做這種光線裡面的 內部設置喔 把它往下調喔 調到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A 有一個A開頭的這個字 Aatmo atmosphere 這個就是叫環境環境 叫做環境與特效 我先把倒數第三個這個地方喔 這個Ato這個地方把它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增加的字喔 add 增加 看一下 增加什麼 它只能夠增加兩種東西 增加第一個 第一個叫做質量光 增加質量光 要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增加質量光進去的結果 一算 整個東西都 整個 整個 場景都充滿了霧氣 因為呢 我中間這檔光線我已經設計 我已經設定 讓它 向外發出霧氣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這個霧氣的設定呢 雖然我已經達成我想要的效果了 可是實際上它會有點問題 因為霧氣太重了 整個畫面都布滿了霧氣 所以我今天要對這個質量光做一下調整 選到它之後呢 要怎麼調整它 我剛好已經增加了嘛對不對 請不要一直在按增加 因為它增加了越多 越多質量光 一直增加上去呢 它這個霧氣會越重 我們先選到這個地方 霧氣這個質量光之後呢 按下設定 再會出來這個值 往下拉 這邊呢 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參數設定呢 叫做強度 density 叫強度 我今天預設值 當然這個值我現在是憑經驗調整的啦 或者你如果沒有經驗 你可能要稍微調一下 猜測一下 用不同的值來看它的效果 我這個地方我先用2試試看 對不起 我先用1試試看 因為白光它比較強 我先用1試試看 來看看白光出來的效果 就會變比較弱了 它就會有一種光韻的感覺 向外放射 如果你現在這個地方呢 給它更低的話 比如說給它0.5 我們來看看0.5的感覺 大概就會一個像這樣子 0.5跟如果不給的話呢 如果是這是0 我們來比較看看 0的狀況呢 是這樣子 其實它會比較清楚 現在就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我覺得0.5或是1還不錯 我給它1好了 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光韻就會發出來 那你如果這個光線 它的顏色去調整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個光線的顏色呢 把它調整成是 原本的這個黃色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光韻 它就會是黃色的光 它的光韻就會是黃色的光韻 大概就會是像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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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